盘点他俩那些暗戳戳的我爱你手势 记住弟弟这个手势 暂停看手势 看陈志鹏的原版手势 这组手势对比有区别吗 3月8号战阁回国 弟弟包场保你平安 弟弟不仅比了我爱你还比了赞 是希望战哥一路顺风 还趁机撒狗粮 还在ins上更新了战靴 3月9号哥哥北京落地 王大锤在百忙之中上下班不忘卡点 3月11号战哥北京跟朋友吃饭 王大锤再次点赞两位滑手 点赞滑手的品牌就是他多次曾在绿洲 等应煞过的牌子 弟弟本来想给哥哥比个枪 又换成了520 弟弟比这个520首饰的时候 战哥就在旁边站着 后来回娘家那次 小情侣又狠狠地散了一波狗粮 咱们点到为止 磕首饰咱们看首饰就对了 接下来是第三种我爱你首饰 对于寻常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普通 好的可以同意的首饰 但是对于小情侣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暗戳戳地表达我爱你的首饰 后来战哥曾在抖音 微博多次比过这个ok手势 他为啥这么喜欢比这个动作呢 就只有他俩和能get到的人明白了 我喜欢你喜欢大拇指跟食指小半圆 像是你喜欢一个人会偷偷地笑一样